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陸会出什么状况 那个我又不敢说 但基本上来讲 这个就是用大麦克指数 就是一般所谓的经济学家也好 或者是一些财经媒体也好 他们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讲说 人民币现在被低估了 应该要升值 到底要升值多少 它的升值多少是怎么算出来的 然后那升值的幅度就代表说 这个是目前美国很希望人民币是到达这样子的水准 那它用的是大麦克指数 那这个是一般我们从财经媒体上看到的大麦克指数的讯息 那这个讯息到底是不是具有所谓的参考价值 那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跟各位做讨论 第一个 它本身的设计上 我们回过头来 就是它本身的设计上来讲 它探讨的是所谓的大麦克指数 就是大麦克参 在美国的大麦克参 跟台湾的大麦克或者是中国的大麦克 透过汇率的一个运算 得到说到底是升值和比值 那这个问题就会牵承到它一开始的 就像跟网友所报告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再想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如果说其他的条件我都可以假设不变 然后包括说比如说运输的成本 我通通不用算 时间的成本我通通不用算 原料的成本我都不用再另外 因为每个国家它所引用的原料 一定答案都不一样 如果我们这些都不讨论 而且假设这些都是可以固定到可以不变的话 大大门如果你是个贸易商 你会做什么动作 你是不是可以把在台湾 因为譬如说在台湾的那个餐 其实只有75块钱 换算成美金的话 其实大概只有2块多而已 那我把台湾的那个大麦克 拿到美国去卖 我可以卖多少 我可以卖3块6美金 我一个大麦克餐 我从台湾出口 出口到所谓的美国那边去 我一个就可以赚1块6 但是这种状况可不可能存在 是当然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包括食品的保存 包括什么各式各样的成本 所以说在大麦克指数的一个先决 先决的条件设定上面 它当然就必须 其实它在它的整个 经济学人网站的一个说明里面 它有讲得很明确 它必须要忽略掉这些东西 才能够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评估 换句话说 当我们把这些现实上所存在的 这些东西加进来 那这些东西就一定会不一样 譬如是说它有原料的成本 譬如是说我们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准是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 你所谓的大麦克指数的价值 就可能就会仅供参考 它不见得是真正一个评估 双方这两个国家 它的汇率是不是真的产生了高度或低估 它用这样子的方式 是因为你省略掉了太多的问题 才得到了这样子的结论 这是第一个 但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所以很多人会讲说 那我们再把所谓的双方国家的物价水准加进去 或者是说我们把双方的 国民所得的水准加进去 或者是说我们把双方国家的 不要单一商品 我们把各式各样的商品 给予一个权重把它放进去 这样子所谓的 购买力评价理论所得到的 会不会比较实际一点 但是我在想说 这些基本上都是所谓的 学术领域所得到的一个状况 那这些状况来讲的话 就会有另外一方的讲法 会跟你讲说那不见得啊 因为我们要探讨所谓的国际贸易 顺差逆差 那是产生汇率上面的一个差别 那个应该要从这边去讨论 那可能又有另外一方的 我们要从利率水准来讨论 所以说在讨论汇率理论的时候 各式各样的理论 都有它的参考价值 但就代表说 它都有先天上的一些问题 必须要去做克服跟讨论 所以说大麦克指数是因为它最简单 它最简单 它就直接点名是说 比如说大麦克指数现在是多少 那你们就代表你们国家的汇率是被高估 或是抵估 那这个因为是最简单 所以大家才会最爱用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问题来讲 可能是一些网友比较没有听过 甚至是很多学友专精的前辈们 也许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 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用大麦克指数 来当作单一商品 来评估双方国家的货率来讲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尝试用另外一种商品 也假设其他条件不变 因为我们用同样的逻辑跟同样的一个理论架构 只是我们换了一个商品 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子的状况来做讨论 当然可以吧 因为我一样假设同样的架构分装 你的一些假设条件 我当然可以 所以经济学人在2004年的1月16号 很精准喔 1月16号不是1月份 他在那一天推出了一个叫做 High Latte指数 我们这个大麦克指数英文叫做 Big Mac Index 然后他推出了一个叫做 High Latte指数 那这个High Latte指数来讲 是只有在 在这边 在High Latte指数来讲 在这边 这个图都是从经济学人上面直接下来的 但是 各位现在还找到找不到 我不确定 因为他这个是 这个是要会员的 而且是收费的会员才有的 所以说在2004年1月16号的时候 当时他们推出了一个 叫做所谓的Starbucks Tour Latte Tour其实就是浓度比较高的意思 Tour Latte指数 那Big Mac跟Tour Latte指数 我们按照基本的逻辑跟学义来讲的话 如果Big Mac 它足以当作两国家的汇率的一个评估标准 那Tour Latte应该也可以 因为香港、台湾、大陆、韓国、日本、欧洲、美国 都有Starbucks 也都有卖这个所谓的Tour Latte 那我用Tour Latte来当评估 有何不可 当然可以 但是为什么它只存在过一次 是因为它的结论 刚好跟Big Mac完全相反 我们直接往下看 我们直接往下看的过程中来讲 各位网友大概可以看到它 在各位萤幕等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左边一点的是Tour Latte 右边的是大麦克 我们就先讲最直接的一个 为什么这个指数这么快就被拔掉了 我们看这个大陆的人民币的汇率 这样子看还是可以 在大陆人民币汇率的时候 在2004年 其实在那个时候 是不是还是被大麦克指数 我们先看这边 大麦克指数 评估的人民币的汇率 是严重低估了56% 换句话说 就这个指数来评估人民币 你应该要赶快升值56% 但是经济学人 我不知道是哪个经济学家 他他心情好还是怎么样 他创造了这个所谓的Tour Latte指数 用一模一样的学理架构去弄 但是他得出来的是 这状况是什么 人民币的汇率完全没有被高估 也完全没有被低估 因为在正负1%之内 几乎就等于差不多 就代表是说 人民币的汇率 就抽Late指数来评估 来讲话 他完全没有被低估 他根本没有升值的必要 那我们再来看台湾 你再来看台湾也是一样 在台湾的部分 你会发现这些状况 在台湾按照大麦克指数来讲的话 你应该要升值21% 但是你按照海拉特来讲的话 马上就说 其实你只需要升值5%就好 升值5%大概就从33% 大概顶多升值到31% 30点多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升值了 但是这个跟大麦克指数来讲 相差非常多 以大麦克指数来看的话 台币基本上一定算是二字头 这是很多美国朋友在聊的时候 当他们在用大麦克指数 跟健巴拉在哈拉的时候 我就会讲就是说 你们的新台币应该是二字头 不应该是三字头 我会讲就是说 那我用哈拉特指数看来讲 我们三字头很合理 那就会有不同的讨论 那到底是哈拉特不对 还是Big Mac不对 都对也都不对 因为你毕竟都只是局限 在某一个东西去讨论 甚至还有所谓的相反的东西 这个相反的东西来讲的话 就是为什么哈拉特指数 会在一个月之内 就会被拿掉的原因 就是我们可以看香港 在香港这边 港币按照大麦克指数来看的话 它是被严重低估45% 仅次于人民币 它应该要升值45%的 但是问题是 你按照哈拉特 从特特拉特来看的话 其实它还高估了 代表港币它其实没有 不应该升值 它甚至还应该要贬值 所以这两个东西来讲 产生了这么大一个差距 那如果是说各位 社生厨师讲 各位是美国政府 你们能够接受特拉特指数吗 那当然就美国政府的立场来讲的话 特拉特指数 对他们的实质的一个经济的立场 没有办法 印证 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说 在2004年1月16号 公布了哈拉特指数之后 就再也没有这个东西了 再也不会有这个东西了 它只会有什么 它只会有所谓的 大麦克指数 因为大麦克指数 从公布1986年的第一天公布 到现在为止 人民币也好 港币也好 新台币也好 永远是被低估 永远是需要升值的 这个才符合所谓的 美国他们的一个所谓的 经济的一个 国家的战略价值 就是它需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讨论 那当然 我们今天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就是各位耳后 绝对不止一次 会再看到所谓的 大麦克指数 那今天 今天本来只是 跟各位分享说 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用单一商品的评估 那它有很多的 一些条件的限制 在这些条件限制之下 才得到这样子的结论 但是这样子的结论 你换做另外一个商品 来做讨论的时候 会发现另外一桶的 另外的答案 那这个答案 就会跟大麦克指数 刚好完全相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足以让各位 网友们可以了解说 大麦克指数 它只是一个很简单 很简略的一个参考性的东西 但是它是不是就代表 台并应该要升值 人民币就应该要升值 这个结论 我相信各位以后也会知道 也会像简巴拉一样 那我们不用这么快做出这样子的结论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大麦克指数的一个过程 那经过我们王大哥的解释 那其实加入了一些仓储运输的成本 或者是说两地的消费习惯不一样 那有些地方可能吃汉堡是家常便饭 有些地方汉堡 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高价的奢侈品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 两地的汉堡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也打破了那个大麦克指数 它在运用上的一个前提假设 经过分析之后 那我想各位投资朋友 那对一件事情的分析能力应该都有所提升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王大哥 那王大哥呢 往后还会再跟大家做很多的财经知识的一些分享 是 那我们也谢谢王大哥 谢谢 Итак 我们下老大 principalmen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